這個以為的各位議團人 還有主持人 還有各位這個理事小姐 還有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水利西施工 位先生理事長林芳輝 其實大家這邊大概都是屬於 比較多的屬於生態跟這個 那個文齒的一些的先進跟前面 這個部分說實在我真的不是很懂 但是看到這樣子的一些資料 我覺得今天其實我真的過於良多 我今天從水利工程的觀念來看這件事情 其實你剛剛有位這個有在問 志弘這個觀念 其實我們自己仔細看 剛剛這個鄭老師有大概提到 其實炎熱石瘦山下 其實這麼多的皮糖 它是能夠完成 能夠造成的嗎 其實我自己在看這件事 我覺得它事實上 它是一個自然而產生的一件事情 只是我們後來把它消除掉了 原因是為什麼 大家其實看從水利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從坡地來下面來流的這個水量 它其實是快速流下來的 但是它到了平地以後 會發生一件什麼樣的事情 它到了平地以後 它流速變慢 它流速變慢 那它一定要找到一個 它當它你從山上下來的水 快速下來以後 你到了平地變慢以後 它要找到一個水 它慢慢它要先蓄起來 才能夠慢慢慢慢慢慢流出去 所以當時的包括這些 包括的二重埔 包括的中坡 包括永春埔 其實是在一個自然的環境之下 它養成的 當地有一個比較低窪的地方 比較有一個挖絮的地方 它就造成了這樣子的一個 自然的一個滋潤 它可以讓我們的水流 可以慢慢的往下流再煮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過去 這個是在自然環境 但是郭老師有大概提到 做一些這個造林或者是一些這個整個樹木 其實來去做一些防洪的 或者是更好的一些相關性的維基 或者一些的調整 其實我們幾次我們自己在學水文的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我們常常在提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最怕的就是水下來以後 全部都變成淨流 就變成 就會造成淹水的一個很重要的一些問題 那其實事實上水文它只有淨流嗎 其實我們以前過去在台老師林郭鳳老師常過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常過我們講的 其實從降雨到淨流 其實它還有另外四個好朋友 還有另外四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什麼 第一個好朋友是蒸發 只要沒有停它就可以蒸發 就可以減少你的淨流 第二個好朋友是什麼 第二個好朋友是入勝 我下到地底下還要能夠入勝的話 也可以減少淨流 第三個好朋友 第三個好朋友是什麼 第三個好朋友就是節流 怎麼樣去節流呢 就是剛剛陳如郭老師才講的這個的部分 就是你今天只要我樹木多 我樹種多的話 我大概就可以做很多很多 因為它靠它的樹葉靠它的質感 靠它可以做很多的節流 讓我的水不會直接降落到我的土地上面來 這是第三個好朋友 第四個好朋友 第四個好朋友是什麼 萵絮 這個萵絮什麼 就是我們講我們有鼻塘 我們有大量的 我們可以把水蓄在上面以後 慢慢的排放慢慢的排放 這個其實從水文的概念來講 事實上一直以來就這樣 只是我們過去因為太多人為的利用 太多人為的使用上面 我們希望我們廣告希望說 我這個地方也要使用 我那個地方也要利用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水什麼 我們把我們的水快速的往外排 我們快速往外排 包括我們現在台北市的 所有的防洪的體系 包括了大臺灣防洪 我們所謂的外水 基隆河新電溪的外水 我們希望就是我們把山上的水 不管今天從山上的拘水器上游的水 我們快速的倒排到 想要往淡水 往外海去排放 然後內水呢 我們就為了要防止內勞 我們在沿台北市的防洪提防上 我們做了很多的下水道的系統 我們大概走路 做了將近540公里的這樣子 一個下水道的系統 然後我們做了整個的台北市 65座永遠性的抽水站 有22座的零食性的防洪抽水站 但總共這樣八字絕對上的抽水站 它為什麼 我們就是要快速的去做排放 但是到了現在氣候變遷 每年就剛剛陳如剛剛很多的學者 跟很多的這個演講 大概有都提到 其實氣候變遷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過去 我們所認為的防洪能夠達到的一個標準 現在其實變成會有困難 變成有困難 我們需要用更多的方法來去處理 那假如我們還是用過去的這樣子一個手段 譬如我把地方再做 難道我們要把地方再做得更高嗎 或者說我們要做更多的抽水站 或是要把我們的540公里 現有的下水道系統再集穿更多嗎 其實這方面大概都會有困難度 而且它的經費跟這樣子一些的 這個樣子的一些使用 大概都會有這樣很大很大的困難 所以現在事實上台北市政府這邊 也想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從建築的觀念來考量 從這個綠地的方面來去考量 我們希望把我們多餘的水 我們不要直接排放 我們利用剛剛講的 這四個好朋友的方式 包括挖絮 包括潔流 包括入勝的方式 來去慢慢慢慢 我們把這些水蓄集起來 慢慢排 慢慢排 可以把我們整個的防護體系 我即便是我在既有的這樣子的一個防護體系下面 我可以我把我的保護標準 從現在的 常常大概或許有人聽到 我們一個小時 台北市的保護標準78.8公里 這樣子的一個這樣子的保護標準 我們雖然能夠把它抬高到哪裡 我們可以把它抬高到80 可以抬高到100 這樣子讓我們的保護標準 我們在既有的一個條件之下 我們利用所有的配置 或者是我們用一些非工程的一些手段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我們利用自然生態的一些觀念 來去做一些處理 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現在需要我們 因為我們不管怎麼講 我們還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的人 生活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需要保護 保護我們的生活的位置區塊 當然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以自然共生的方式 來去做相關性的處理 這個現在是目前 我們從水利界其實也發現了 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慢慢慢慢就在做調整跟修正 但這部分不是一束可擊啦 雖然我們也在努力中 這是我初步的一些說明 謝謝